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质天下》第1032集 由于阳为您播讲 韩刚很难为皇上再争取 既然考官已经判定了他落榜 事已至此想要挽回是不可能的 走至科这条路的前途 皇上已经没有可能了 但韩刚却可以让那几位考官付出代价 暗地里送了考题的人 韩刚知道是谁 但他无意去追查这两个人背后是谁 而提议将皇上除落的人隐藏得太深 韩刚无法分辨到底是谁 但他可以确定这些都不是他的人 于府蛮憨 简州府几近六巡 赵言若也有五巡 此辈皆是老迈不堪 却仍得以留在崇文院中 参政是要将他们都外方地方 不 韩刚又摇头 当初范文正宫曾经说过 一路哭何如一家哭 放简州府诸人出外 祸害的可是一州一军的百姓 数万军民户口 几十万人口 两害相权 还不如留他们在朝中 到底该如何罚 太后问着 不当罚 王安石立刻叫道 无罪岂能处罚 无罪受惩 简州府等人岂能再点言留在朝中 三冠密格之中 何人不缺 韩刚立刻道 自古至今 只闻国家缺贤 未闻朝廷缺官 爱干干 不爱干滚 只闻国家缺贤 未闻朝廷缺官 韩刚言辞尖刻 却自有其道理 荣官荣兵 荣废 三荣之患 从仁宗时就开始说 可至今仍未能得到解决 尤其是荣官 虽于暗逼为人墨齿之 而三年一千 坐至清城郎者 历历皆是 崇文院本是待贤之地 天子处财之所 但如今贤者不得其任 满汉丸于之辈 却充斥其间 究其因 还是荣官为患 简州府为官 所任多有建树 先帝 亦曾赞其 精明可属世 不过 唯一 李逢案儿 韩刚不屑一顾 王安石当年 因为李士宁 那个假道士 差点被这桩案子 给牵扯进去 现在却拿着这桩案子 来为简州府张目 他看了一下屏风 他相信 向太后 不会记不得前两年 弄得朝野沸腾 却牵强无比的那桩 太祖子孙谋法案 不过 他在看看王安石 老泰山却在发争 该不会只知道这句评价 却不知道其来由吧 不过 与简州府与王安石之间 地位的差距 王安石能记得这个人 估计也就是一两句的评价 和几桩事例 在细节上 不可能比得上 有所准备的自己 赵氏居 李逢 皆是手无腹肌之力 纵有心作反 三五内侍 便能将其生负 先帝只不过是 心之患在萧强之内 却有顾虑不能发作 只能以赵氏居 李逢作罚 以震慑贼子不轨之心 韩刚话中指的是谁 自不用多说 其实当年赵氏居 李逢模仿案 只不过李逢的一些言辞 戳到了赵虚的痛处 天子恼羞成怒 过而大半 但如今正好能够前后呼应 却说得通 向太后深有感触 点头道 参政说的是 尽管当初 他的丈夫到底是为了什么理由 才大开杀戒 向太后并不知道 但他还记得 那一阵子 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 入宫来的宗氏妻女 无不拘谨了许多 平日能说几个笑话的 都尽口不言 唯恐行差不错 赵氏居李逢的这桩案子 的确有震慑宗氏的作用 韩刚紧接着说下去 而简州府奉旨断案 只是在西河上议 故而失后 才会有精敏可属士之语 此辈安可称贤 王安石一时沉默 让韩刚确认了自己的猜测 王安石或许了解简州府 但他并不了解当初 简州府是因何得到了这个评价 当时的王安石 韩刚记得他还是在金陵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简州府不过是年纪大了 急着卖身 王安石为了党争 听了一面之词就匆匆赶来 又怎么能够 与有所准备的自己相比呢 更何况 皇上在河东所立功勋 简州府又如何能比得上 难道先帝对冯赢之辈随口一句称赞 比不上切切实实的军功 韩刚几句反问随即又啊的一声叫 哦 对了 简州府一曾招降廖恩 西年廖恩领数十盗贼为祸福建 周军不能治 简州府受命为福建转运赴时 出面招降了廖恩 韩刚边说边用眼角盯着王安石的反应 不过分心归分心 嘴上吐字的速度却一点不慢 不给王安石接口反驳 但廖恩降服乃是闻说 王中正已领兵南下 为其速将威名 故而王中正领天兵一道 便立刻拿着简州府搬出的招降文书来投降了 简州府能招致其降顺 不过是狐假虎威 试想 周府不过区区一文士 肃无声威更无军功 如何能让扰乱一路的巨寇闻风丧胆 还不是因为廖恩 害怕刚刚平了茂州的王中正 想建好就收 若简州府当真有才干 何不为民处此聊 反倒招安其人 现如今 福建倒是在传唱 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使贼人不畏王法 正是简州府所致 且南兵本不习战 故而让廖恩得以逞凶 换作是在北方 县位领十几二十士兵攻守 便可将其生擒 数十盗匪为患 比地老入口河东的北鲁大军 韩刚的话如同连珠炮一般 王安石几乎给他气得发晕 王安石瞪着自家的女婿 不说自己不知道廖恩之事 就是知道他再糊涂 也不会拿着南方盗匪 与辽国大军相提并论 偏偏这个好女婿 将这话栽在自己头上 一句紧接着一句 丝毫不给插话的机会 直到将这桶脏水泼完为止 这才停了下来 王安石用深呼吸压下来心中的愤怒 冷声反驳 论公业 皇上对外 简州府在内 内外虽有别 却同为天子效力 各自竭尽权力 如何分高下 论行迹 皇上是辅佐之老 简州府却是独任之工 皇上又岂能说是在简州府之上 何况今日又是在说何事 能否通过智科 若是以工业论高下 又何须考试 皇上过去的功劳 朝廷又难道没有赏赐 如果是在财学 有一定水平的先帝赵须面前 王安石完全可以引经据点 当初他就是这样凭借 对京史的熟悉说服了赵须 但面对韩刚和太后 尤其是太后史 一些引经据点的手法 完全派不上用场 向太后的水准 只比寻常妇人好一点 韩刚与人辩论 则更是多用事实说话 其实从这一点中 完全可以看得出 韩刚对经典的态度 不屑一顾 不过王安石也是会学习的 同样不给韩刚反驳的机会 皇上的功劳 朝廷赏赐了 皇上的才使 朝廷也承认了 德官不过三载 便为太常博士 是靠摩宽而来 其进士出身 又是哪一科考出来的 朝廷与太后 待皇上不薄 如今难道 还要因为遗赏之功 再给他一个智科 出身不成 皇上考的是智科 而简州府正是考官 如何判简州府说了算 李布氏的结果就是天子也耕动不得 阁氏的结果 残职政事也罢 平章军国也罢 也都更改不了 简州府是近期之首 有功无过 一口气说下来 王安石已经开始喘气了 他的年纪摆在那里 远不如韩刚 有长力 建方安石一口气 接不上来 韩刚便自自然然的接了过去 方才臣也说了 此事只能将错就错 皇上纵使受了委屈 这件事上也必须维护朝廷的威信 这是臣的意见 想必皇上也能体谅 若王平章忘记了 韩刚转过面去 面对着王安石 那韩刚还可以再重申一遍 事关朝廷威信 皇上被处落这件事 不可改意 韩刚再一次重复他的观点 并不是为了皇上被处落 而是针对考题上的错误 这让向太后看在眼里 怎么看也比王安石一心偏袒 简州府的态度要强 但简州府等人无知 智科上用错考题 难道不该问罪 韩刚对简州府紧咬不放 若要说只有通过格式 才能算得上是军谋宏远才任边际 臣无话可说 但臣可以明说 简州府所出的那些题目 臣最多也只能做出其中一半 肯定过不了格式 若简州府没错 那臣便是眼光短浅 不堪任边际了 臣是否得将历年来初点边郡所受封赠 都还回去呢 封赠因公而来 又不是看出身 王安石一声冷喝 韩刚你贵为参之正事 怎可将朝廷封赠当成儿戏 须知智科为大科 待遇优在晋士之上 想要得到智科出身 又怎么能不经更加严苛的考试 皇上想做编臣简单 也不需要智科出身 他已经得太后 赐予晋士出身 又已是太常博士 完全可以去边郡任知县 若其间有功于国 晋升之素 又岂在智科出身之下呀 平章弄错了 皇上的考试不是严苛 而是错误吧 韩刚根本不理会 王安石的问题 抓住其中一点来回答 凭简州府所出六题 能找出一个编臣来 朝廷为何要将晋士科 与明法科分别来考试呢 不正是因为对臣子的要求不同 题目必须不同的缘故吗 明法科出身 在晋用上远比晋士科要低 而朝廷给军谋宏远财任编辑 这一科的待遇 可是比贤良方能 正直极健 和财食兼茂名于体用两科要低 既然格式题目都一样 那晋科为何还要分作十科 何不作一科来考 因为刷去财食不足 烂于冲数之辈 到了御室中 自会分科来考 就如礼部室 亦是刷落财食不足之辈 皇上若是财学兼优 必不至于累科不重 韩刚倒记得 简州府也是累科不重呢 倒是熬进了崇文院 韩刚赐了王安石一下诱导 不知在平章看来 何为财食 明经义还是能知事 如曾孝宽吕家问之位 何时中过晋士 而格式中的四位考官 也不是都是晋士出身 赵延若便是阴补 敢问他们的财食如何呢 赵延若以明史著称于朝 也是因此被选入三馆密格 但他的确不是晋士 而是印补出身 曾孝宽吕家问就更不必说了 王安石眼神如同熟久寒天的河水 在冻结的冰面下 亦是一片冰寒 韩刚果然是在针对这几名考官 早就有所准备 简州府、赵延若 他们的底细韩刚一清二楚 王安石都不了解 韩刚却了如指掌 除了他早有预谋 哪里还有别的解释呢 所以他们都没有来考智科 陛下 臣义一如前言 如果皇上不考智科 那么让他去边陲立功便可 韩刚不介意 不是晋士 却能给智科出题 这件事 平章是如何看的 管职非是贴职 能得管职皆有考试 能够通过方可流于管中 赵延若虽非晋士 却能得受管职 足可见其才学 空有才学 却连科目不同考题 也不该相同的道理 也不懂 从无先例 何谈应该 韩刚与王安石 你一句我一句 不肯有半点让步 双方辩论 目的并不是博导对方 这样的难度很高 而是要争取到旁观者的支持 现在所谓的旁观者 自然就是平风之后的太后 错事考题 有时朝廷引用闲人之意 简州府事后 必须加以惩处 韩刚语气强硬 王安石摇头 臣不曾闻 格式上曾有因出题不当 而惩治考官的旧例 韩刚冷笑了起来 王安石说的的确没错 的确没有这样的旧例 但智科开国以来才几回 格式当然也没有几回 其中出不了一个因出题不当 而被处置的考官 又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呢 在其他考试上 因为出题不当而受惩处的官员 绝不是没有 韩刚随手就能举出来 韩刚记得西宁初年 国子坚学官严父 曾以王莽后周为体 论王莽后周改法式 以引设变法 其中声援苏家 因极论二者之非 被列为优等 而后监中学官便尽数被逐 当事者严福 于今不知何处 不过被评为优等的考生 苏家正是苏宋之子 陛下可召苏宋前来询问 韩刚故意抛开了 王安石画中的定语 将十余年前国子监中的 一幕给揭了开来 当年太学还为旧党所盘踞 王安石正好利用了 那桩太学公案 将所有支持旧党的学官 一扫而空 将许多新党的支持者 塞进去占据了 他们留下来的空缺 王安石今日会如此 卖力的为简州府等人说话 肯定也正是看见了历史 都有着再一次重复的可能 不愿意让韩刚和弃学得逞 王安石的反应 正好印证了韩刚当时的猜测 王安石文言便立刻 勃然作色 此辈畅贺 匪毁时政 诚然 韩刚心平气和 王安石的心乱了 自己想要获胜 却不能乱 当初国子监中 学官以此为题 的确是意在杯葛变法 但今日皇上 以弃学解题 却被判错 简州府等 又意在何处呢 韩刚 字字句句都是将太后的心思往党征的方向去引 王安石心中犹如一丛火焰在燃烧 臣之前已在山说明 如今朝廷取势是以三经心意为法 此法乃先帝所致 如今也没有被更衣 皇上的作答 不合三经心意之意 既然如此 等遇事时 三位已经通过了考生 是否也要以三经心意为归稿 不论太后到底是问了什么问题 此事早有定论 何须再多说 不论对错 除方才明邻一子一条 还有别的错处吗 韩刚与王安石反反复复都是在说车轱路的话 但这么一番争辩听下来 向太后也明白了 皇上的落选是彻头彻尾的党争 所以王安石明知简州府等人犯的大错 却还要包庇私人 皇上考的虽然是军谋宏远才任边际客 但他的才学不算差 即使是不属于边军统帅应该了解到的学识 他都掌握得很好 尽管没有通过 但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朝廷又不是要一个能写诏书的支支告 这样的人根本不缺 在北方弃丹人的压力下 需要一个最好几个能带兵打仗的帅臣 分别镇守一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 于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职天下》第1032集 欢迎继续收听《载职天下》第1033集